4月3号花莲7.2级大地震 不仅花莲地区灾行惨重 桃园也有不少建筑受到影响 中加宽民北建座谈节目桃园开讲 本集邀请桃园市议员 县美英消防局第一大队大队长 以及桃园市结构技师工会理事长 一起探讨地震防灾 县美英议员也分享 4月3号地震当下 他还在直播节目相当惊险 所以当下一边说新闻 一边耳边传来是外面 有玻璃碎裂的声音 有抽屉掉到地上的声音 还有电脑荧幕砸下来的声音 但当下还是得保持镇定 因为我在昂埋中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告诉听众朋友 现在地震及时插播快爆 但是详细的镇央跟震度 可能要等稍后气象署发布资料 再向听众朋友来做说明 那当时因为网路也挂掉了 所以呢我大概只能够 凭那个感觉来讲述 那那个摇晃的程度 堪比921 后来我才想起来 921当天晚上我是在二楼 而那一天403 我是在22楼 所以那个摇晃剧烈程度相当大 桃园市结构技师工会 李市长表示 4月3号地震完工会 就紧急成立小组待命 配合市府勘灾 这次的地震比921情况好 他也提醒民众正后 可以依循相关手册 自足检查房屋有没有问题 其实在当天我到了工会 我们也马上跟建管那边 就是说我们其实平常 每年都有固定的一个演习 紧急的这种地震的灾害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有一个紧急的 应变小组在那边运作 那今年刚好就是实战了啦 那正后其实民众必须要 对自己的房子有一些 自我的一个检查 那这个在我们之前在31 在大概101年左右 其实在结构工会 包括一些我们建筑啦土木啦 我们在台北市有一个 房屋的这个检查手册 其实大家到网络上去查就知道 它有一个手册出来 那里面民众对你居住的房屋 你必须它都有一个简单的图示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你可以自己来自己来处理 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你就必须要委托转业的人员 来帮你做一个研判 跟后续的处理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到 网络上面就可以查到 台北市政府这边 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手册 桃园市设防局多年来 一直在强调预防申于抢救 除了呼吁大家要有正确的 避难逃生及防灾观念 也教民众如何准备避难包 以备不时之需 它会有三天的水 三天水 因为一个人 一天大概要用到一公升的水 所以你要准备 一个人要有三天的水 一天要用一公升 有三天的水 或是三天的干粮 干粮吃了不要口渴 不要越吃越口渴 结果你要喝更多的水 还有在家里有婴儿 有小朋友 你甚至要准备足够的奶粉 尿布 女性同仁的 她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卫生用品 还有我刚刚有提到 哨子也可以 安全帽 手套 尽量准备一些药品 那她这个东西 紧急避难包就是 我们要放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她用在什么时候呢 万一我们从家里要离开 我们建筑不能住人的时候 我要离开 必须离开这个建筑的时候 我背着这个紧急避难包 我走出家门 可能到我们市府这边规定 一些收容场所那边去收容 为什么是三天份 因为一般政府这个物资的集结 大概三天都可以集结完毕 所以我们自己先自助 我们先不用靠到这个 不用靠政府的力量 我们先自助自己先满足 我自己三天 自救自助 对对对对 自救自助 我三天内 政府的资源我先不要动到 那三天后 大概政府的资源已经都到位到齐了 那那时候就 这个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建立正确的防灾 然后准备好 众家宽平北建 多谈节目桃园开讲 倾听民众声音 关心在地需求 监督市政建设 将在每周六晚间9点 跟观众朋友见面 邀请观众朋友锁定 圈四北建火力频道 了解桃园大小事 记者赖武一桃园报道